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讲到供给面的 这个政策 想象中供给面的政策是 要减税 然后让 这个一般的工人公司等等 因为减税所以他们可以拿到的 钱可以放在身边的钱就变多了 那当然 工资率上涨 工资率上涨 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对一般的这个工人来讲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这个工资率上涨 因为税率减少 税率减少相当于 工资率上升 那这个工资率上升的话呢 各位小的休息的机会成本增加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 减税之前 每一个小时工资是160 那减税之后呢 相对来讲 你可以拿到更多钱 在这个状况之下 一般人 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来看 所以 如果工资率上涨 休息的机会成本增加 所以他可能会做什么呢 可能工作时间会上升 然后呢 会减少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是 这个工资率上涨的 这个 替代效果 因为工资率上涨 所以让你的休闲成本并高 那所以 工作时速上升 然后呢 饶 这个 就是休闲减少 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 这个是叫做替代效果 Subsidution effect 另外他有一个 Income effect 也就是说 这个 工资率上涨 当然他赚的钱会变多 工资率上涨 赚的钱会变多 所得会变高 那所得变高的状况之下呢 他其实 工作会怎么样 减少 然后leisure呢 休闲会增加 所以 工资率上涨 有两个不同的效果 一个是 这个工作时速增加 然后一个呢是工作时速减少 那所以就看 这个 减税的这个状况 到什么样子的地步 那我们往下看 好大家 Word Leisure Trade-off 我们看一下 他说 The rate at which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additional income for leisure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an indifference curve Mapping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状况 那看一下5.10 所以这边 各位看到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横轴 横轴是休闲 横轴是休闲 重轴的话呢是所得 所以横轴休闲 重轴 所得 最低这个点 24 因为每个人最多就是24小时 那当然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真的是24小时都在工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所以 这个 所得 所得 因为 你所赚的工资 要减掉税 所以一一减掉T 那因为呢 现在的这个税 减少了 税减少了 所以呢 你可以 看到 当然所得就增加 所以24减掉L2 所以这个状况 它是一个 替代效果 因为替代效果 也就是他的工资率上涨 工资率上涨 替代效果是让他的 工作时务上升 工作时务上升 那有一个所得效果呢 是让他的 工作时务减少 所以一个替代效果 一个所得效果 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呢 他净的这个替代效果呢 是 净的效果 就是所得效果叫替代效果是 工作时务增加 工作时务增加 那所以 减税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就有好处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以内容的制裁 有效果 of the good vision The income effect i.e. of the tax card dominate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那这个例子就不一样 这个例子各位可以看到替代效果比较小 所得效果比较大 所以 减税 到底能不能让 这个 产生所谓的这个 供给面的效果然后让 这个 刺激生产 刺激生产然后让工作速度增加这个其实是要 看 状况 看这个消费者 或者是工人 他的 这个所得效果 工资率上涨的所得效果跟替代效果怎么比较 那如果他的 这个所得效果比较高 那当然 工作时速就会减少 替代效果比较高的话 工作时速就会上升所以 这个是要 看情况 看情况 那 这里 再谈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 这个 减税 减税跟 这个 储蓄 还有借贷关系 也就是讲 这个 跨期消费的关系 跨期消费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是在 137月 那我们这里先 再 看一下 所以 这个 减税 对 这个 工作时速的影响 他说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impact of text cards on work effect is mixed 这个意思就是说 减税 到底会增加工作时速呢 还是减少工作时速 其实 没有定论 没有人搞清楚 那这里看到 Economies such as Robert Barrow and Ben Bernanke Found that there was littl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拉法克 那这个另外一个 蠻怪的 这个 这个就是说 Berrow这个人 跟 Ben Bernanke 各位知道 这是 中央营行总裁 这个以前的 美国中央营行总裁 他说 对这个 拉法克 我们刚才讲到 拉法克是什么 就是 这个 这个 税率太高 你收到的税变少 税率太低 当然收的税少 所以到 一个某一个阶段 这个税正好是会最多但是 这两个人的研究发现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叫 Economist Lawrence Lindsay The welfare taxpayers pay more Taxes after the tax cut 那这个人讲的应该更怪 因为 他说最有钱的那一些人 那个在 Tax cut之后付的税更多 当然 他应该有他的资料可以 佐证 但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有点怪 要不然 那就应该变成加税不是减税的 不是 所以 anyway 这 怪事 anyway 好我们来看这个 减税 跟 储蓄跟借贷关系 我们来看 这在137 他说 proud to income tax reduction Consumer has an endowment Appoint 1 P1 所以是 Y1乘账 1-T1 然后这个Y2 乘账 1-T1 这样子 neither borrows or saves if the government reduces the average tax rate T2 less than T1 the new endowment point morphs to Y乘账 1-T2 然后Y2乘账 1-T2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减税 减税 当然 这个 税后的所得会增加 税后的所得增加 那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税后的所得增加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 他 这个 Consumer says the amount identified saving 所以 当然有两种状况 因为所得增加的话 他可能会 多消费 多消费 那 但是 有的消费者也会选择多储蓄 所以 你当然讲 也是要看 消费者 跟 这个 他自己的 机会成本涵量 所以 这个5.12这个部分呢 是income tax cuts resulting more saving 这个所得税减了之后呢 会变得 这个 储蓄多 那5.13是income tax cut resulting less saving 那这个减税之后呢 他会多花钱 那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常常在讲 这个 尤其是总体经济学这个部分 我们讲减税之后呢 减税之后 这个 消费会增加 然后这个投资会增加 那从这个角度看 从个体经济学的角度看 这个其实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状况 因为减税之后 这个储蓄 到底会不会增加 这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 137这里有提到 income in the state of demand for present and future consumption t1 is equal 70 and y2 times also equal 70 所以简单的假设 第一期跟第二期的所得都是 这个100 然后 第一期的税是 0.3 第二期的税是0.15 那这个利率是0.1 所以可以得到 这个 税后的所得都是70 那如果 this consumer initially in equilibrium at endowment point EP1 and was needed as a saver or borrow with consumption of both period 1 and 2 equal to 70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 reduction in tax rates mores the equilibrium point from EP1 to cp and after the tax cut the consumer is a borrower 这个时候 消费者变成借钱 the consumer borrows $10 in period 1 exchange for a reduction in consumption of 11 $ in period 2 once again of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ambiguous some consumers say more as the result of tax cut and some save 所以 这个 没有一个特定的结论 所以 有些消费者在 这个 减税之后会消费多 那有的呢就消费少 那当然这个就跟这个弹性有关 我们来看第2 138月这里第2段讲 他说 the result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size of income in the cc of demand for present and future consumption 就是 跟 所得弹性有关 这个所得弹性是跟 这个第1期的消费跟第2期的消费 那当然第1期就是现在好第2期是未来 in figure 5.12 consumer has an income in the cc of demand for future consumption that is greater than one 所以第1期的话呢 他的弹性比较大 这个 对未来消费的弹性比较大 that is a one percentage increase in after-tax income resulting more than a one percent increase in future consumption 所以 对未来的这个弹性比较大 所以 现在的所得增加了 未来的消费会增加 and an income in the cc of demand for present consumption is less than one that is a one percentage increase in after-tax income resulting less than and one percent increase in future consumption 那这个时候 第一期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 这个 多出去 他会多出去 那第2个 5.13的话呢 就相反 他可能是比较没有占性 所以 就会 多消费 我们来看第139页 那 这个100 往下看一下 再来看这个 对 除去的这个影响 简粹对除去的影响 他说 Infugal evidence is Splied on whether test cards increase or decrease savings 所以 这个实证研究 因为你看到的 一堆人 当然就有两种不同的人 我们来看第2个 他说 there is evidence the US saving rate decrease in the 1970 80 after the large tax cuts of the 1980 那这个是看到 1980年代的这个 这个 实证研究 在 1980年代 这个雷根 一直在强调减税 所以减税之后发现 这个美国的除去率 减少了 所以真的在多花钱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capital gains taxes pay by high income taxpayers also increase suggesting and increase in investment activity by the wealthy 那减税之后 减税之后 讲这里讲的是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 减的是 会造成 会造成 这个 等一下我看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e capital gains tax pay by high income taxpare also increase suggesting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activity 那这里讲到 这个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的事情 所以减税之后呢 也增加了 这个有钱人 他们的投资活动 所以这个可能 那这里讲到另外两个 两个 这个税 一个叫做 excise tax 那一个叫做 General sales tax 那这个excise tax 就有点像台湾的这个 营业税 所以 你买汉堡可能是150块 但是 事实上这150块里面包括了那个税 在早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税是额外收的 所以 当然就会 造成非常多的 这个 惯现象 因为 想逃税的人还是一堆 那所以 这个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 外加的税又改成内涵的税 但是这个在美国的话都是外加 我们看 excise tax Attensate Place on one particular good Such as the federal excise taxes on cigarette Viqueur or gasoline 所以这里 有联邦的这种 这个销售税 比如说香烟酒跟这个 汽油 General sales tax Tax on all goods consumed Such as the state sales tax 所以有两种 一种是Federal 的这个 Tax 那在美国的话 这两种都有 那如果是饭店就更麻烦 饭店还有一个什么 City tax 但是这种税 这个饭店的City tax 税通常没有人反对 为什么 因为但是观光是在付的 所以一般来讲没有人反对那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这个 Federal excise tax 那这里讲 Exise tax and gasoline 这是 这个汽油的外加税 他说 The initial budget constraint Without any taxes is the dark green line DG 所以原来的话呢 没有任何这个管制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这个 汽油的税的时候是这个绿色的 深色的线 绿色深色的线 那 And consumers equilibrium Initial equilibrium 他原来的均衡点在A 原来的均衡点在A 那我们来看一下 With an excise tax and gasoline TG Per unit The new budget constraint is the light green line 所以 因为要缴税 所以让汽油价格变高了 所以 新的预算线就变成是 这个 TG D H这条线 这个浅预设的线 Now the distance from point C to point B which equals all G3 minus all G2 units of other goods Represents consumer total Expayments in terms of All our goods sacrifice 那所以 各位看嘛 从这个 消费量改变 本来在G1这么多 现在变G2 对不对 那所以 消费者本来可以消费的东西 本来有这么多 那现在变成这样子 所以 他的税就是这个T G这个部分 好 那往下看 他这里讲 Equal Year Income Tax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 要把这个税的效果 把这个税的效果 这里所看到的税是什么税呢 是 每一单位的 这个汽油税 每一单位的汽油税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每一单位的汽油税 转成什么呢 转成所得税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状况 把这个 刚才所看到的这个 汽油税 转成所得税 所以我们看 这一单位的汽油税 转成所得税的效果 如果您的汽油税 如果您的汽油税 是在汽油税的效果 在区别的汽油税 转成所得税的效果 和预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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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再强调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 把这个每一单位的汽油税 每一单位汽油税改成什么 改成所得税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预算线的变化 本来是深绿色的这条线 现在变成浅绿色这条线 这是要缴税 各位可以发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消费者 他的选择有办法再多一点 也就是他消费的汽油有办法多一点 这个原因在哪边呢 这个原因是说 如果是每单位的汽油税 每单位的汽油税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两个效果 一个叫做替代效果 那另外一个叫做所得效果 如果我们把它转成这个所得税的时候呢 他就只有所得效果 没有替代效果 因此呢消费者的福利呢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 汽油税 它就会有一个 额外的负担 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效果 一个叫做替代效果 一个叫所得效果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141页的这个说法 他说 Comparing the two taxes The consumer's utility is greater at point G with an income tax than at point B with an equal yield excise tax for consumers with convex indifference curve this must be the case we can conclude 那这里讲说消费者如果 他是有 这个突面性的这种 无益曲线的话 就绝对有这种结果 we can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consumers with convex indifference curves a better up with an equal yield income tax than with an excise tax the result is because with an income tax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relative prices of the goods compared to the initial equilibrium at point A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说的 因为 这个东西变贵的话 就会有一个替代效果 当然东西变贵的有一个所得效果 他说by comparison the excise tax distores the relative prices faced by the consumer and this distortion creates the exact burden compared to the income tax the reduction in the consumer utility from U2 to U1 that results from the excise tax compared to the income tax measure this exact burden 那所以 各位就可以看到 改变东西的价格 通常并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 如果能够 抽税但是不要改变 这个 一般工作的诱因 或者是购买东西的诱因 那这个是 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状况 那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 第六章是讲 这个不确定性 这个我们不看 那我们接下来要 sorry 我们把这个带完 好 再往下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新的章节 这个讲的是 赛局理论 赛局理论是新的 那有些人把赛局理论叫做对策论 这是中国 那讲的是有点人说 那美国人的话 这个玩游戏 打球 这个运动什么 这都 都叫做game 所以对他们来讲game theory 其实就是 这个 很多赛局 那当然 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状况 所以讲game game theory game 这个其实是跟 美国人的生活学性 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 台湾 我们讲游戏的话 好像真的是在玩 在美国讲游戏的话 比如说 Olympic game 这个 虽然我们叫做 奥运比赛 可是他们叫Olympic game 那 很多game 其实都跟 这个 获利呀 这些东西都有关 那当然 美国的 这个运动赛事 当然也都有 非常多的 跟钱是有关的 好我们来看 so what is game theory 第1个 他说 How economists use game theory to analyze the actions of economic agents and whether Nashy Group Libra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game theory 所以 谈到了这个 各个不同 经济成员的 这个行动 然后 Nash Equilibrable Nash的竞争解 为什么重要 How to identify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a game 所以 我们来看 这个 一个赛局的 这个结构 然后他这个 资讯的结构 怎么来看 另外一个 这个非常 重要的赛局 叫Prisoner's Dilemma 这个叫做囚图困境 那跟这个 Price Fixing 跟Collusion 所以 求图困境 跟 所谓Price Fixing 其实是 价格勾结 所以 有时候也叫 Collusion 这样 就是 Collusion 就是 勾串 欺骗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multaneous move and sequential move 那有一些赛局是大家同时要行动的 那有一些是有先后顺序的 比如说下棋 下棋就有先后顺序 那如果是这个 在股票市场买卖 那个就是大家同时要 行动 或者是说要 标价 标一个东西 竞标 这个就是 大家同时要 这个 行动 当然还有一个是公开标价跟这个私底下 这个 所谓的私底下竞标就是事先大家要先把 那个价格多少写好 那再来how to identify a game with a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所以 有时候 有一些 赛局有纯粹的这个策略 但是有的是mixed strategy 就是混合策略 那所谓混合策略的 这个原因也是 混合策略的这个原因是讲 用几率的概念来看 这个 要用 某一个 策略多少 几率 那某个 另外的策略多少几率 所谓的几率就是百分比 那再来的话是怎么样去 求 一个赛局 共和策略的解 Game theory 就是 这个几个不同的经济成员 那怎么样去做决定 那这里讲duopolis Monopolis 是叫做 独占 那这讲 duopolis 就是duo就是两个人 就讲这个 一家 寡占的这个市场 那只有两家公司 通常 因为我们要这里用代数 或者是说 用图结的方式 比较方便 去跟我们 讲消费者 消费两样东西 生产者使用两种要素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好 那 这个几个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 Player 有多少人 多少人参加这个赛局 那所谓的Action 是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那这个行动 其实某个程度上 也可以讲Strategy 这个行动意涵着这个 决策 那Information 这些人 参赛者 他们有什么资讯 Payoff的话就很简单 他们可以从这个活动里面 获利 获利多少 那 这个outcome 他就讲的比较复杂一点 All the possible results of the strategy The player can select in a game 那 这个 你选了哪些决策之后呢 会有什么结果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军人结 当然 这个有时候不见得会有军人结 好 The player 就是讲 decision maker 那通常是两个人 或者是两家公司 那所谓的Action 他们 所有可能的行动 那在这个赛局理论里面 其实是 理想的状况是 这个所有的 这个参赛者 他们都知道他们 这个 要怎么样去做 有哪些策略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不太可能发生的 我们讲 下棋来讲的话 这个两个人下棋 那当然要知道说 他们会怎么走 对不对 会怎么走 会走哪些棋子 那事实上 一般人 大概能够看过的 看穿的 大概只有几步 那当然相对来讲 下棋的高手 他 可以 知道自己要怎么走 然后看到 对方 走了之后呢 那他 会有一些反应嘛 那当然他的反应之后呢 对方还会有 其他的反应 所以一个会下棋的人 他就 比较能够看穿棋盘 也就是说 他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策略 而且也可以看到 他的对手 会怎么样 应应 然后呢 他又要怎么去应应 这个对手的 这一个 反应 所以 有时候我们看下棋的人 会下蛮久的 一步棋要下很久 那当然原因就是他一直在思考 这个对方的 这些反应 然后加上他 看到对方的反应之后应该怎么反应 那在赛局理论 假设 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那事实上 当然不是 因为 有些人 的 这个反应没有那么快 那当然 这是为什么 现在的电脑 下棋这么厉害 他可以 赢过 这个 一般的人 也就是 这个机器跟人来比赛 机器常常会赢 因为机器 现在的机器 第一个运算速度很快 再来的话呢 记忆容量非常大 他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赛局 跟这个围棋 相机等等 各种不同的比赛 把这个 人类的反应把它加进去 然后这个 机器呢 虽然号称人工智慧啦 其实这一种机率在比较说 哪个策略 对他会有 这个不同的这个报酬和影响 那再来的话是information 有时候 这个有些 参赛者有什么资讯 这个也是 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strategy讲的就是策略 这个 参赛者 可以用 哪些方法 来采取行动 然后呢 这个 获得这个 最后奖 K-O 所以 他的这个酬劳是什么 那有一种游戏 叫做 Zero Sum Game 这个也蛮清楚的 所以 简单的讲 这个叫零和游戏 所以一个人 多另外一个人就少 一个人多另外一个人就少 那所以 大家在这种 零和赛局里面 这个 试杀就会比较 更激烈一点 Dominent strategy 就是 优势策略 这个优势策略是 这个 他可以给你 这个 报酬 比其他的高 这里讲到 Strategy value is always the best strategy No matter what strategy choices are made by opponent 所以不管 对方怎么做 那你做的这个状况 那Nephi equilibrium的话是 这个 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说什么 An equilibrium in a game where all players are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Given the choices of their opponents 所以在给定 这个其他人的这个策略之下 那你怎么样 能够 这个做得最好 所以不管 对手怎么做 不管对手怎么做 那你做的就是最好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 简单的 Zero sum game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 策略有三种 策略有三种 那 各位可以看到 两个加种起来就是100 两个加种起来就100 所以 这个某一个人多 另外一个人就少 某一个人多另外一个就少 就这样 那这个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 这个 需要解释的地方 那简单的讲就是 某一个人多 某一个人就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大概怎么说明 他说 We begin by analyzing the simplest types of games for zero sum game 那这个 Zero sum game 是 a game that one player's game is exactly matched by another player's loss 所以 哪个人多多少 另外一个人就少多少 所以 他说 consider the following game that was actually played by ice cream truck Draver Don Women On July Four 1968 And Repeated July Four 1969 那这个 July Four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美国的国庆日 那所以这个人是这个 开着 冰淇淋车在卖 他说 On those two holidays I was driving a good humor Ice cream truck in Wilhelm Borough New Jersey Supro Philosophia which held an annual Four July Parade Unfortunately for me Wilhelm Borough I also had one other ice cream truck Mr.Softy The two drivers Mr.Softy And myself Had to decide where to park during the parade The parade route Was about one half mile long And the trucks were free to park anywhere Along the route Parade watchers Potential ice cream customers For equally space Along the entire parade route Where did the trucks OK 那现在再讨论一个问题 有 一个城镇 他 这个 有 美国国庆日的这个游行 那 这两个人呢都在卖冰淇淋 那这个冰淇淋的车子呢 可以随便停 那怎么样 这两个人的这个策略 怎么样 看 我们来看好 所以 Consider 3 possible locations So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of the route Table 13.1 Represents The possible Sell payoffs In matrix form For GoodHumor And Mr.Softi If both locate at the same point Assume that they divide total demand equally So the trucks split sales 50-50 But what happens if one locate at the middle while the other locate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Mr.Softi locate at the middle and Mr.GoodHumor locate at the end Because it is a shorter walk to Mr.Softi's truck for all consumers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middle of the parade Mr.Softi would gain 100% of the sales for all consumers located between the middle and the beginning and divide the sales between the middle and the end 50-50 With the consumers walking to the closer truck Therefore overall Mr.Softi will obtain 75% of the total available sales and Mr.GoodHumor would obtain the remaining 25% Which would consist of the half consumers located between the middle and the end who were closer to Mr.GoodHumor's truck Softi follows that if one truck locates in the middle, the other locates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the truck in the middle attempts 75% of the total sales 所以這在講什麼 如果 他們 放的位置一樣 這兩輛車 位置一樣 所以看中間 所以一個都在 最前面 都在中間 都在後面 那這個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 有 這個 平凡市場的這種趨勢 那相對來講 有一個人在前面 有一個人在中間 所以前面跟中間的人 前面的人 分到的就少 中間的人分到就多 為什麼 因為中間的人 正好在中間嘛 所以 他正好可以服務前面跟後面的人 所以他的這個 位置就多 所以 在 相對來講 中間的人就有利 中間的人就有利 那這個不在中間的人就不利 所以他分到的市場就多一點 如果一個在前面 一個在後面 在後面一樣 大家都平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來看 他說 Lesser Tero Zero-sum Society The Nature Political Decision 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好 這個是在355頁 所以前面 這個也是一個另外的 Zero-sum Game 好 現在 在他的 1980 book 《The Zero-Sum Society》 MIT economist Dexter Thoreau argued that many of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re essentially zero-sum games where the benefits of any policy action for one group or individual are those offset by the losses of another group or individual. Thoreau suggested that effective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problems of inflation,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equality,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all have strong elements of zero-sum game. 他提到什麼東西?他說這個實際上來講很多政策都是跟聯合遊戲有關 第一個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然後這個環保政策還有這個財富的重分配 這些呢都跟這個聯合遊戲有關 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兩個不同的人 兩個不同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355頁 所以有一個政治人物的這個政策訴求 跟另外一個人的政治訴求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美國的政策也跟這個有關 比如說我們講 1.9兆的這個振興方案 所以1.9兆的振興方案 那這裡提到 要給錢嘛 所以有兩個黨 一個是共和黨 然後另外一個是民主黨 所以共和黨就反對 這說實在也是怪 因為在這個疫情之下呢 許多美國人沒有工作 可是呢 這個共和黨就反對 尤其反對那個給錢 這個當然說起來是件怪事 因為很明顯的 美國的國民真的是需要這些錢來補助 可是這個共和黨就反對 那相對來講 我們要談現在另外一個案子 這是這個拜登總統在推行的這個基礎建設方案 那這個基礎建設方案呢 一樣共和黨也是反對 那這個民主黨當然是主要在推動的政策 當然是贊成 所以共和黨為什麼要反對 第一個講這個給錢給太多 然後呢 要怎樣去付這個錢 那這個共和黨認為 加稅是不可行的 但是呢 因為政府支出這麼多 總不能夠赤字預算 一直這樣子維持下去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這個民主黨 就說要增加這個公司稅 還有一些有錢人的稅 那這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 每一個不同的政策訴求 當然就是選民 那所以 這個共和黨的反對的原因訴求是 共和黨選民的這個需求 那民主黨這個訴求 當然就是民主黨選民的需求 那所以在這個選民的選票只有一張 每一個人的選票就只有一張 那你到底要去找誰來支持 所以這個當然從政策的角度來看 真的好像是一個零和遊戲 但是不管怎麼做就是要迎合這個美國選民的這個需求 才是正確的這個方向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事實上 這個 美 民主黨 應該是有辦法拿到比較多的選票 因為 這個 所得高 多花一點錢 然後市場上熱弱一點 這個當然是 這個 選民喜歡的 所以 現在其實有很多這個民 共和黨的人轉成民主黨 所以 共和黨如果一直在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是蠻大的問題 當然 這裡也建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選民的這兩極化 這個 美國的這種政治制度 那 其實某個程度上 有可能是讓 美國的選民 美國的社會 這個兩極分化的 情況是更加明顯 那 anyway 時間差不多 所以 我們賽局理論還有一堆沒辦法講 這個 看看我們在 最後期末考的時候 講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多花一點時間講 然後再 講這個 求徒困境 然後呢 再把這個 期末考結束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